HELLO 大家好 想要來介紹一個 不是算最近最近買的 但是其實是今年買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非常好用 然後它非常便宜 所以我非常推薦大家買這東西回來玩玩 然後尤其是 剛好我介紹這個時機非常好 就是因為接下來就是感恩節 然後Sensekeeping的Black Friday Sale 然後再來Cyber Monday 然後Christmas 所以接下來就是電子商品 以及許多東西就是打折季節 那這個東西每次都在打折 所以我上次其實也是在它打折的時候 趁打折很便宜的時候買 所以上次買這個搞不好不到20塊喔 所以20塊美金 所以其實非常便宜好用 然後我其實之前為什麼會買這個 就是要講到說 我其實習慣啦 就是我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最早可能是我在洗澡的時候 我會或者是我在煮飯的時候做菜 或者是就反正在廚房或者在浴室的時候 我會想要聽個音樂或者是聽個Podcast 可是後來發現說其實我的手機啊 就是它播出來的Speaker聲音沒有那麼大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也如果有可以擴音器的話應該蠻方便 然後後來比較一下發現 那裡面Speaker跟這個 這個Amazon的Echo Dot 當然Google也有Google自己的東西 就是各家品牌不一樣 那時候看到就是這個打折比較便宜 然後就是 就是畢竟我也是Amazon Prime的Member 然後 有帳號 所以這個我也可以使用就是Alaxon這個功能 那 那時候就想說試試看 那它造型其實也蠻好看的 就是它為什麼會叫做Echo Dot 就是一個點嘛 就是一個圓圈 那如果你買Echo的話 它可能是一個 我記得是一個扁的圓形的東西這樣子 那 那這個球的是新的一代這樣子 那 我後來使用之後就 我覺得非常好 就是因為 我 後來聽 之前都聽音樂嘛 然後 後來就很喜歡聽Podcast 那Podcast其實 如果我在洗澡的時候 然後有那個水聲的話 其實 手機的聲音很容易被蓋過去 然後 我就 就是決定買這個 然後來試試看它的音量如何 然後後來 發現音量非常大 而且它還可以大到就是 超過我想的音量 當然就是 所以就代表說 它聲音是足夠大 然後 但是我不會開到那麼大 可能就是 Volume 如果有10的話 我可能調個7就很夠這樣 那以前的我的 我的手機播出來 可能開到最大聲 大概連5都不到吧 所以 大家就可以 大家可以想像說 那個音量差別這樣子 然後 這個 它 那時候 其實有在考量說 要買Speaker 還是買這個Echo Dot 因為 Speaker的話它是不用插電 可是這個 Amazon Echo Dot 是要插電的 然後 剛好我是放在浴室 所以其實 有插頭的地方都沒有什麼影響 然後 所以如果 如果你今天的需求是 可能你想要 帶著走的話 那可能就不能插電 那這個產品就不適合你 因為 因為它必須要插電這樣 那 它連的 它連接的方式 是連接你家裡的Wi-Fi 所以 它如果沒有Wi-Fi 它也不能運作 所以它就是非常適合 居家使用的東西 只要 只要你在家裡 能夠插電 能夠收到Wi-Fi 它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這樣 所以 後來 我覺得比較surprise 的地方是 它的音質非常好 聽音樂的話 很廣 然後重低音也非常夠 我是一個很喜歡 聽歌的時候 重低音就是 有很實在的 這個很solid的 重低音的那種感覺 會 會讓我覺得說 這一個產品 它提供的音質是非常好的 然後 所以它 它在重低音的部分也很好 然後它在 就是 普通音樂高音的處理 然後以及就是 重低音的地方 我都覺得不錯 就是當然 當然你不能跟就是專業的喇叭比 但是它比 我覺得已經 非常不遜色 我覺得是中高程度的 就是它的音質 所以 你拿來聽音樂的時候 我其實現在 平常就是如果 在 可能做工作 或者是做一些 這個電腦處理的時候 然後是 可以聽音樂的話 我通常 我之前會用電視聽 就是後面這台電視 但是後來我發現說 它的音質好像 比我電視更好 所以 我有時候也會 就是 就會把它轉到這個上面聽 那 那我常常聽的話 它就可以搭配Spotify 那 如果你有 你有買Amazon Music的話 就可以直接 Amazon Music這樣 那 比較可惜的是 它沒有辦法播 就是手機的任何 其他的 音樂平台 比如說YouTube 是沒有辦法播的 然後 所以YouTube Music 沒辦法播這樣 然後 還有 如果你是手機的音樂 自己播放裝置 也沒辦法播音樂 所以 如果你有 Spotify 或者是 Amazon Music的話 這個就是 你在播音樂的時候 就蠻方便的 像我最近 我買了 跟我第一期 就是買了這個 Spotify的Family Plan 然後 它差別就是 不會shuffleplay 可以一手一手播 然後 播你想要的歌 任何時候 這樣 然後我最近 就越來越覺得說 非常好用 然後 當然 Spotify 就是 Premium Plan 是非常好用 這樣的 這樣的搭配 搭配非常好 所以 這個 就是我非常推薦 這個 如果你是有跟我一樣 就是 有喜歡在家裡 聽Podcast 然後 可能早上 欸 起床的時候 會想要知道的氣候 比如說 Hey Alexa What is the current weather 或者是 這個 Wetter forecast 直接講一個簡單的單字 你就可以 它就會告訴你說 現在天氣怎麼樣 Wetter for the week 之類的 然後 我就覺得很方便 有時候 就是它 這種東西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跟Google 或者是這個Series一樣 就是 我覺得是一種 生活上的 趣味性 那所以 有了這個裝置之後 也是開始 比較常會 運用到聲控的這個功能這樣 但我還沒有figure out 要怎麼把這個 控制我的電視 就是它其實也是 可以控制電視的 所以 它其實可以讓你的 家裡的東西 變得比較 智慧啦 所以其實我也是 買了這個之後 我才會開始考量說 比如說我的燈泡 要不要換智慧燈泡啊 然後以及 就是有其他東西 智慧的是 怎麼樣可以連接啊 所以 其實你買了這個東西之後 你會讓你想到更多 生活上的便利性 或者是說 它能夠帶給你 就是 會讓你更往 就是智慧生活的方向 就是想說 有哪些產品 可以跟它搭配這樣 所以我覺得是 會讓你在生活上 蠻多的樂趣啦 就是 這個小東西這樣 那 如果你沒有 就是 跟那些東西搭配的話 至少它還有 這個 這個 智慧型語音效幫手 這個 ALEXA的功能 或者是 它可以用來播音樂 或Podcast 這樣的功能 所以我覺得 以這個 二三十塊的這個價格來說的話 它是非常 非常實用的一個 算是電子產品這樣子 所以推薦給大家 這個 Amazon Eccodot 大家可以買來玩一玩 這個 非常有趣 好 下次再見